今天請到白川中醫治療中心的陳梅慈醫師 和你一起聊聊聊糖尿病的話題 陳醫師你好 你好 其實我想問一下很多人都覺得 自己是一個糖尿病患者 但他已經吃得很清爛 甚至會有做運動 但那個血糖也控制不了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這些很多時候可能和他們的工作壓力 又或者可能他們的食物定時等等有關 如果作為一個中醫師 你覺得怎樣能調節好一點的身體 譬如你不要餓著肚子去做事 我們採用多餐就少吃 也不要吃那麼多零食打算去充肌 也會令到很多病人 本身太容易黏在手的時候就會吃了 但實際上如果你可以譬如一些正餐裡面 可以分開幾次其實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一個很簡單的提示 但我覺得又很實在 如果大家真的有糖尿病的朋友 你說你自己吃得很清爛 真的檢討一下 你打開季童出來 是不是都有很多零食 還有剛才陳醫師也有說 原來我們定時吃東西 這個對病者來說是很重要的 沒錯 謝謝陳醫師 謝謝你 拜拜